重點就是第一個,我們利用那個 因為這邊總共會有160個性 160個性,剛好放到這個格子總共有20乘上8 剛好這個格子數量也是160個 那可是每一個就放一個,每一個就放一個 那你可想而知,如果我今天方向是由左到右 放的話,每20個,放到這邊20個 再放20個,再放20個 那剛好就是怎麼樣 這個就是一倍,兩倍 這個第一次的話就是20,剛好就是一倍 兩倍就到40 一直到160 那也就說它的數量一定是 第一次的話 其實它的數量基本上就是 沒有加上20 那第二次的話就是加上 一倍的20,兩倍的20 那剛好數字跟這個剛好差異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快速的把這個數量給做出來的話 可以利用插入函數裡面 我們前面有用過一個叫 函數裡面,有一個叫MID函數 那這個函數其實平常使用上非常重要 這個部分的話呢就是 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怎麼做應該上禮拜都有吧 都應該有印象吧 沒反應 沒反應 OK 那不要再回去 要這樣 那特別注意 因為文字部分呢對於 文學院的同學 尤其中語系同學來說更重要 因為這樣你們要處理一些文字部分的話 要怎麼樣把那個姓氏給切出來 第一個的話呢 總共MID有三個需要給他的參數 需要給他的參數 然後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說 我的文字在哪裡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你要給的那個star number 是第幾個字 比如說我今天用這個上面的數量 編號 比如說第一個到20個 剛好編號在這裡 那要幾個字 這邊給他一個字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當然如果你完全沒鎖定的話 按右向右 向右的話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 去幫你去抓 這個位置 A1記得把它鎖起來 兩個都鎖 那B3的話 如果你不鎖的話 向右應該是OK 如果第一次應該OK 可是向下的話應該就不OK 為什麼 因為我們向下之後呢 第一次記得是1到20 沒錯 可是21到160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21到160 就必須給它一個規則 那這規則的話 記得喔 這個規則最重要就是 它的那個MID的第二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從B3抓 那它如果往右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的那個B會變成C 會變成 就是說這個 藍號呢 向右填滿會增加 所以呢 因為我向右填滿 B會變成C C會變成D 那 因為這樣的關係喔 會自動去抓到它上面的編號 C3 有沒有 D3 E3 以此類推 那可是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的那個列號會增加 好 所以我今天如果說 向右要向下也OK的話 第一個 特別注意喔 我再回到剛剛這個插入函數這邊 第一個是它的編號 再加上它的什麼呢 它的20的倍數 那根據什麼來 根據前面這邊來 前面是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列號 就是它的 如果A4 如果你現在要乘上20 就是它的倍數 如果說我第一次記得先把它減1 為什麼要減1呢 因為我在這一列裡面 不需要加20的倍數 可是在第二列需要加20 一倍 兩倍 所以先把它減掉 那記得什麼 刮弧 先把它刮弧包起來 乘上20的倍數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的公式應該是沒有錯 但是還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有關藍列鎖定的部分 那藍列鎖定這個地方喔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你今天呢 向右是藍號會增加 向下是列號會增加 所以記得一個觀念 就是說 以後呢 如果說你的標題列 就是說你的編號是來自於三列 跟A藍的話 請記住喔 請你在三列跟A藍前面 再加上一個那個錢的符號喔 特別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口訣喔 也就是你看一下你的標題列 跟標題藍在哪裡 然後你把它鎖起來 好 這個地方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個確定 這個時候呢 你向右跟向下 欸 那就一氣呵成 像 等於是有沒有 造前孫禮 周無正亡 有沒有 一直到 這是什麼 凡胡靈禍 OK 那總共有160性是應該第一個就沒問題 橫向的部分沒問題 它的規則 特別注意喔 是每20個 所以1到20 然後再來的話 也是1到20 但是是加上什麼 加上20的倍數 所以就是 這一列是20 加上20 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 所以加上上面的編號 所以是 1加上20的一倍 那這個 這個核的話就21嘛 那向下這個雲的話 也是一個編號 1加上幾倍 2倍嘛 2倍的話就是加上40 所以齁 雲的話 位置應該是41 那一子類推 所以以後的話 一定會有的重 橫向的是 上面這個是它的編號 然後呢 它的左邊這部分是它的什麼 它的倍數 加上幾倍 那底下部分的話 我上禮拜講 可是我現在改變方向 我希望 照前孫里周五正王 是重向的放 而不是橫向的放 那這個規則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的編號 上個禮拜是 本來是沒有啦 那你當然自己把它Ctrl C Ctrl V把它貼上 那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因為如果你旁邊沒有編號 你這個我想你作業可能會比較有問題 所以要記得就是 在這邊插入一個 也是一樣那個函數 那如果我要由上到下的話 它的規則其實跟剛剛差不多 第一個一樣把它按F4 就是它的來源是這個姓氏 幾個字一個字 所以上面跟下面這個部分 是固定的 就是來源是這個姓氏 抓一個字 那第幾個字 抓旁邊這邊 所以按確定的話 當然你這個照前孫里周五 就往下 它第一個應該是OK的 可是向右還是不OK的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給它倍數 那特別注意喔 後面也是一樣 加上什麼呢 加上瓜糊 由誰決定呢 倍數 由上面這個決定 那因為它預設是1 可是這個地方 第一次不需要加上它的倍數 所以把它減掉它 減掉1 抓到這個減掉1 第一次不需要加上什麼 1到8 那有8個 所以乘上8 8的倍數 第一次不用加8的倍數 第二個的話 第二列就需要 所以這個地方是1加上8 9 那這個是16加上1 所以是17 以10類推 那一樣把什麼呢 標題列在第12列 標題欄在第A欄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把A欄跟12列 怎麼樣 前面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前的符號 所以A跟12 這個地方記得把它固定下來 那也就是說你向下跟向右 A跟12就不會變 不會變的話呢 那當然取得就是正確的值了 所以記得把這邊A鎖起來 然後12鎖起來 加一個前的符號 shift加上4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做出來按確定 向下 向右 那我們就一氣呵成了 有沒有 照前孫 李周震王 然後再往 在這個就 一直往下 那本來是 橫向的 那就會變成縱向的 OK 這裡的話我想是上個禮拜 有特別講到的 然後 那 不過當然還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另外就是說 這個百家性 我額外在這個旁邊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也許就是三字經 這個三字經的話呢 當然各位應該不陌生吧 應該這些 有時候幼稚園裡面就會教 要背這個三字經 不是那個三字經 是這個 這個 人之出性本善的這個三字經 那假如說呢 我今天 希望怎麼樣 一樣的方式 從那個Google Google你可以搜尋嘛 Google搜尋到的那個 關鍵字嘛 裡面的話當然三字經裡面就很多啦 有圍基百科 圍基的 也有什麼 Youtube 也有用念 也有念 然後裡面有個全文 那如果說我今天從 假設第一個 圍基裡面 那我當然不需要全部好了 我大概只是需要 也許是部分 你就抓部分 或者是全文好了 用全文好像 這兩個都OK啦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要從這裡面抓 抓什麼 抓到第十列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 全文好像比較容易去 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那如果一樣的方式 我只取前面的十列 當然它這邊 不只是十列 總共有這麼多 往下捲到59 當然你要全部做也OK 我希望可以 像剛剛一樣的效果 每三個字就切三 三個字就幫我放 人之初 性本善 一之類推 那這個部分呢 該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 我們按部就班 再來跟各位做說明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一下 就是百家信這邊 把裡面的東西先刪掉 試試看 那這個公式呢 如果你忘記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或者是說 我看一下我在 第二階段的範例裡面 也許我就把它再放在這裡面好了 我後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公式部分的話 也許我再把它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